狐狸猫、小石蛙和莉莉 负责这学期搬上布告蓝的美化 它们打算用五彩缤纷的纸张 拼贴美丽的布告蓝 它们将涂上颜色的纸张 平分裁切成八份 我从蓝色的纸拿出八分之五张 莉莉说 它从黄色的纸拿出八分之八张 是黄色的比较多 还是蓝色的比较多呢 是个有趣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想想看 一张纸平分成八份之后 其中一份是原本一张纸的几分之几呢 平分成八份 所以一份是八分之一张 没错 仔细看看 狐狸猫 你有多少份蓝色的纸呢 我从蓝色的纸张拿了五份 所以八分之五张是五个八分之一张 我懂了 这边有八个八分之八张 对吗 答对了 而且仔细看哦 八分之八张是不是和一张纸一样大呢 我们现在有八分之五张是蓝色 以及八分之八张是黄色 那么是蓝色比较多还是黄色比较多呢 八个八分之一张比五个八分之一张多 换句话说 八分之八张比八分之五张多 你们真是太棒了 也可以说八分之八比八分之五大 记作八分之八大于八分之五 那我再考考你们 如果我们把一张纸平分成十份 狐狸猫拿了三份 狸狸拿了十分之四张 谁拿的比较少 我拿了三份 每份是十分之一张 总共有三个十分之一张 所以我拿了十分之三张 我拿了十分之四张 有四个十分之一张 狐狸猫拿了十分之三张 只有三个十分之一张 十分之三小于十分之四 所以狐狸猫拿的比较少 好有趣 学到新知识了 那换我们来出题 荧幕前的你 和我们一起来解解看吧 一盒巧克力 有十二颗 狐狸猫吃了十二分之四盒 小树蛙吃了十二分之三盒 狸狸吃了五颗 谁吃了最多呢 答案是二 我吃了十二分之四盒 表示我吃了四个十二分之一盒 小树蛙吃了十二分之三盒 只有三个十二分之一盒 而我吃了五颗巧克力 一颗巧克力是十二分之一盒 吃了五颗 就是十二分之五盒 十二分之五盒 比狐狸猫吃的十二分之四盒还要多 换句话说 十二分之四大于十二分之三 十二分之五又大于十二分之四 所以狸狸吃了最多巧克力 最后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新观念吧 刚刚我们学到八分之八大于八分之五 还有十分之三小于十分之四 分母相同时分子越大分数的值越大 分母相同时分子越小分数的值越小 所以谁吃了比较多的巧克力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哦 分母相同时分子越大分数的值越大 呀哈哈记住哟 就是这样子 mem酷35 不可能 相同用搬夹 这种膠 scared 又来大的 这种膠复 上面 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下次再来 也是 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下次再来 等这个